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的频道 这次呢 我也是要做应类的开箱 这次的开箱呢 也是要介绍我的书包们 因为呢 就是我最近在淘宝 就是疯狂看到了这个店家的书包 然后我就在这个店家他们在做直播的时候 哇 那个书包的那个秒杀的价钱真的是太值得了 然后就变成我在这家店家买了六个包包吧 所以我就在想 这是做一个看一下 然后分享给你们看 然后帮你们介绍一下我在这家店买的一些书包 所以主要是呢 那家店呢 他们呢 就是跟那个LINE FRIEND合作了 然后后来你们也是知道我是LINE FRIEND的粉丝 所以就是当他们看到他们出来的什么 我就忍不住了 就下单买了一些包款回来 然后过后呢 我先就大概先从 比较不像联名包款的一直到最香了吧 然后过后呢 我先从这个比较适合夏天的包包 因为我在想 如果你是夏天 然后你去旅行啊 还是去那种海边旅行的时候 我觉得你带这种包包真是太适合了 然后过后我觉得最近好像很流行这种形状的包包 就是他们真是很小的 就是只可以好像放手机的尺寸 对不对 然后过后呢 你如果你的钱包也是两小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放进去的 然后过后呢 我正说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是没有拉链的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过后是这样子开 你知道吗 它只是这样的细扣 然后过后里面是 哦 这个是有那个吊带 因为我虽然收进去 有处理面的时候 我就把它收进去 所以它是长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吊带就是没有的条件 就是比较 就是不是 就是它的缺点吧 可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啦 我带起来还是很好看的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过后是只扣的 然后里面是没有暗格的啦 就是主要是你可以放你的电话 给我的电话 然后放 因为我的钱包是比较小款的嘛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除非如果你要带卡架的话 就没有不配啦 那基本上你看 我放我的电话给我的那个荷包 它就是基本上就已经满了 但是如果旁边还有位置 你可以放一下你的口红啊 还是你的指尖都可以塞的进去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过后就是这样子吸口 如果是你放好像锁石的 然后你放在旁边的话 然后因为它是没有拉链的嘛 然后家里就有一掉下来 就是你几个人就是装比较大样的东西吧 就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出眼 可能这时候不太方便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装比起来 还真的好看 OK 然后过后就是 这个是我介绍我的第一款的书包 然后第二款书包呢 它也是类似这种布料 可是它是有这个LINE FRIEND的 因为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 我在选我的LINE FRIEND的书包的时候 就是我就想要选一些比较 比较好像适合我出门啊 还是比较casual的一些书包 所以我就买了它的这一款回来 然后它这一款它也是有很多款式的 它也是有跟Snoopy合作 还是有跟LINE FRIEND的合作 然后我当然是喜欢LINE FRIEND 就把它买下来了 如果买了下来 我才有一点点后悔 是因为它是只可以这样子带出门的 然后过后你也是可以这样子 领在手上也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我觉得它是有那个鞋肩带 会比较好 可是是没有的 就觉得好像有点小失望啦 然后过后它这也是没有拉链的 看到了吗 它是矽口直扣本的吧 它只有这样子而已 然后过后里面是有安格的啦 所以如果你要放一些好像 锁丝啊还是比较重要 很多时候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放进去 然后拉链把它锁着 然后另外也是有一边 有一个安格 可是这是没有拉链的 我觉得这里就是你可以放一些 你的彩妆啦 然后中间它是 你看到这个size 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size 就是基本上就是很能装 就是我觉得它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那个鞋肩带 然后我觉得出门的时候 然后如果你的衣服这里 很大个是不是 然后你想要这样子拿进来背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卡卡在这里 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本来是想要买一些比较日常的 所以便是这个是不是 不是很好背 所以就有点后悔 可是它这样子起来是 这个我是已经装了 看到它这个形状是没有什么走样的啦 就它其实是很难装 想像是真的是很大个 我就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这样子拿着背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啦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搭在肩膀 我就觉得它比较难一点 然后过来就是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包款 如果我要给你介绍 我讲的是 你看我没有剪掉它们这个 书发的text 因为我想给你们看 它们真的是跟LINE FRIEND有合作的 然后后面还要有那个验证的sticker 所以就是给你们看 它们真的是跟LINE FRIEND合作的啦 然后这个布款 就真的是很简单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还有logo 还是什么印上去 这个就是一个LINE FRIEND的图案在上面 很可爱 然后过来再接下来呢 我要讲就是这些是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CANVAS型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 我觉得下一天带出去的 如果我要进入一些 不是LINE FRIEND的啦 然后过来这一颗书包 我要试这个 粉红色的这个叫做什么了啊 这个 还我不懂我读 我卖 Mio Krakoli 这个算小MK吧 然后过来是 粉红色的这个书包 然后过来 这个粉红色的超美 而且它是那种 前粉 然后过来是那种 深粉的这个 连接配在中间 我觉得这样子的点资 是太特别了 然后过那时候 我在看直播的时候 是不是它主打垮 一直在推 这个推到我就很想买 然后我就想 这种没有什么粉红色的书包 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 如果这个书包 我觉得真的超好看 然后你看它这个 我带去肩膀 是不是真的一点负担都没有 不像刚才这个 是不是 它这个肩带太短了 就是真的是很卡 我的腋下 反正这个就是很轻易收收 就可以这样带 我觉得这个书包 就是除了它是两个 粉红色皮的这样子听见 我觉得它的金属啊 它的质性全部都很好的 然后过后 它的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暗 然后它就可以开 这样子 然后过后里面 它也是有一个皮的肩带 我还没有开的 然后过后 这里面有一个暗格 这边是那种好像可以放卡片的 然后或者是拉链 按个 就我觉得它的那个筛 真的是一点 就也是蛮能装 我觉得你基本上带一些 放一些基本款的东西都没有问题 来 放我的 来 开始我要放我的钱包 然后过后再放我的电 哇 然后可以再放一个纸 再放纸巾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还要放sandy 袋子啊 还是口罩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因为还是可以塞 对不起 因为我钱包很厚 现在就是 就这样子 然后过后如果你还想要放一些 啊口红啊 还是补妆的粉瓶 我觉得都可以放 然后过后就这样塞下去 这样 这样 好好看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粉色超美 然后过后又我 就很少粉色的 我觉得我怕我足够 我发现我很少粉色的裙子啊 舒服啊 我觉得粉色的东西 我都比较少入手 然后我觉得这个粉色 就是感觉它是 比较成熟 然后又会带一点女人 为了这种舒服好 我就很喜欢 就帮它买下来 然后我觉得它价格 那时候就真的是 打折得太便宜 然后过后我就帮它买下来 然后过后就真的 这个喜欢它的细节 所以缝线全部都很好看 然后过后 这个就是我的第几个保管 第三个保管 我还有很多的介绍给你们 然后过后再进入呢 也是LINE FRIEND的联名 可是它比较不像啊 如果你有点看呢 其实你感觉到 你看不出它是LINE FRIEND的这个联名 然后过后这个呢 它的LINE FRIEND的这个细节 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它这一个口 是不是很可爱 然后过后就是你转下去 转下去 转下去 然后过后就开 太可爱了 然后过我觉得它这个金属感就是 不会很廉价的感觉 就是有 不是那种PASTIK啦 我觉得很 很有质感 然后也不会好像 容易挂花这样子的 然后过你要关的话 你就把它 然后就抓回来那个头 就这样子啊 然后过这两个保管 你是可以看它们是一个SET的 对不对 其实我在看它直播的时候 它就是你买大的 然后过这个小的 可是你就加20人民币 你就可以把两个买回家了 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是它们两个 这样也是分开寄过来的 然后就变成我在 就是在集运的时候 它发现 诶这是我的包裹 好像少了一个书包 然后过来只要原来 它们分开寄了 然后我就要分开的 集运 就这样子 然后过黑色的款呢 可能你一看来的品质 有点像 那些血绕了 可是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可爱的 就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提脸 可是就看着这个 而且它的价钱就真的太便宜 就全部人就下 就剁手了 然后过来这个金属感也是很美的 然后过来也是一样你转下去 然后就打开 然后过来里面 我觉得还有两个格 然后过后 这边也是有拉链 然后过后这边呢 也是有可以放卡片的几层的这样子 就我觉得如果现在 现在我们现在出门了 很少人会带 很少人会带货物的钱包 因为现在已经很方便 你可以用电话的支付 所以现在全部都是cashless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带一些重要的卡 这样子出门 我觉得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过后就是 这个小个的包 等一下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它好像放 有点放不到我的电话的感觉 等我电话呢 然后我要给你看的是 这个数码真的是很小 然后过后 你看到我的电话是这样子吗 就其实基本上 你是这样子看 它是跟我的电话size一样 可是如果你真正去打开 你看是不是 就它其实真的是很小 然后里面也没有什么暗格 就是这样子的空空的 然后我的电话完全是塞不进了啦 就这样子喔 然后你可以放 就好像如果你带小卡 这些啊 纸巾 我就觉得没有问题 可是就是真的是 Sanity待着是可以啦 因为是小个吧 对 然后还是可以放东西啦 然后还有纸巾也是可以 就如果你还有钱 还有钱啊 卡啊 你就是放在一个包包的 一个卡带 然后你就这样放进去吧 就这样子白色 然后不过它还有一个粉色 然后不过 因为我刚刚不是介绍粉色素码 我就想 我已经买了一个粉色素码 就确定了这款的话 我只是就选了一个 大的黑色 然后还有小款的这个 白色包包 然后我就觉得这两个质感 真的是超好的 虽然是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出门 我也是不过我接着 可以带这些素码出门 可是我觉得它们质感真的是超好 就一眼看就是感觉到高级感 满满的 超好看的 我现在这个 就这样子 它是没有多余的肩 大家就是只是负着这两个 就是这个 在支撑着而已 然后过后再进入两款 最后两款书吧 就是超像超像这个brow的呢 就是我发现到这间店的时候 也是我的朋友 他 删那个小红书的link给我看 然后过后我再从那个小红书 再去淘宝找他们的这个店 然后发现到 他们这是一个保障店 然后卖了很多那个Live Friend的联名款 然后我就 然后因为那时候一直看他们直播 然后就 不小心就种草了很多他们的书包啦 然后过后你可以看我在这 影片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从他们的店买的 然后过后我这个 这个呢 是我第一款在他们家看到的书包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Live Friend的手机吧 真的太可爱了 然后过后这个就是它 很大 你看我不是跟你讲 最近好像流行这样子的包款 当然这个比较大的一点 可是我觉得质感来讲 这个包款真的是超有质感的 然后过后它的这个铁链是 它是这种的 哇好好高级感哦 然后过后就是这样子画起来 真的是超厉害 然后过后这里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brow的 啊 太错了 就是很有质感的 然后 就你一看你就知道 这是brow friend 这是Live Friend的书包 太可爱了 然后我只是很喜欢它这个 觉得太可爱 然后过后这个卡尾 我现在比较特殊应该就这样 给你们看 就是Live Friend的脸名 然后过后这个就是 好像它是有拉链的 然后过后我就觉得 它位置真的是 会比较窄一点啦 就是 就是我讲哈啰 现在你 请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那种卡带 那种薄薄 但是你就放你的卡 你的钱在里面嘛 然后我觉得自己 应该是抓一下电话 纸巾 那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很满了啦 一个SUPA 就看了 真的是 不是很能抓而已啦 所以就你们自己大概看 因为我觉得主要 这个SUPA真是太可爱了 我觉得好喜欢 但最喜欢它可爱 是因为它有这个brow 可爱啦 很有质感 然后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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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最后就是 我不知道该讲话 从最不像来直到最像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SUPA是唯一一个 跟其他这个店铺是不一样 这个呢店铺的brand 是到场人 我就不懂我最近是什么风 就是他们连续 这样我家一直跟Live Friend有连续 然后就 变成我一直忍不住 一直想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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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昨天是不是才买了 又下单了那个Live Friend的餐具 然后我现在是想买想买想买 然后我这个 这个 怎么那么可爱 谁不爱 然后我这个是Live Friend的 brow 脸的包 其实我觉得它的质感超好的 那时候我看那个店 那个商品的连续的时候 就是那一个人 有comment还讲 他比那个 不好意思 因为Ferla也是一个Live Friend 然后他们讲这个 比那个SUPA更能装 我就觉得来 我就一看那个comment 我就来 嗯 这样我就应该买这个SUPA 然后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然后我觉得它的质感超好 然后过我而且哦 它这个拉的链就是 它是拉 还有两个的 这边拉了一个 给我再拉一个 它可以很 看到吗 它是很开的那种 哇 而且它这个拉链是到这里微微的 你懂吗 不是好像卡一般那样子 然后过里面你就往里面塞 然后它是 这里有一个薄薄的 这个卡 你看到吗 这里上面也是有一个 当然后面也是有一个啦 我觉得它有很多 做想想的这种卡 你可以自己也是塞东西进去 然后过里面是有三个的 一二三 然后就我觉得 你应该也不需要用到很多吧 来来来 来看一下我的电话 我是记得我的电话也是可以装 我电话哦 把它装进去 我觉得我的钱包要放不进了吧 我钱包已经太厚了 就是我的钱包 诶呀 对呀 我钱包太厚了 然后过后我再去扎压 没有了 大概这样子啦 然后我就放了我的 我的钱包很厚 真是太厚了 我的钱包最近 我现在想要买一个小的卡吧 然后过后就这样 然后过前面 我想要放我的这个 口红 要找哦 纸巾 然后可以放纸巾 然后我再 try可以把它关起来吗 诶诶 有走形了 不 既然没想要把它关起来 而且我觉得好像 有走形吧 还是一样的 脸样圆对不对 我觉得对不对 走形太可爱了 我觉得这个很有质感叻 然后我觉得它的缝线 那些是没有多余的线头的 我觉得我最近就没有买书包 然后不过我觉得我买到的这些书包 他们的车线 还有那个quality 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就是现在虽然不能出门 但是自己也不能买这么多书包 走 可是就真的是很爱护四手 就是这一款包 我觉得这可以在出门 那时候我还在想 我要不要买一个cony 来配这个superbrow 我觉得brow一个人太可怜了 好了好了 我觉得就是大概就介绍了 我这些来的包团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知道 信息想知道 我会把那些商品 解决放在我的资讯里 然后如果你们有信息 可以点开来看 然后去购入 基本上 如果有些下架了 我可能就没有放连接吧 可是我觉得 就这些包团的quality 我觉得全部都很好 然后过后 就如果你不是要买Line Friend的collection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 他们其他的 底下也是很漂亮 当然我只是选一些 我真的很喜欢的 然后 真的是很像那个brow的啦 然后他们还有很多那种 很classic的那种 withLine Friend的 可是那些我都没有选 然后我就选了 这几款的包包 好了 我就分享完我这七款包包 然后如果有什么 你们想要知道 这些商品的链接 我会把全部链接 放在资讯栏里面 如果有信息 你们可以点开来去看 或者是去购入哦 然后我就话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